阿弥陀佛各位师兄佛 也阿弥陀佛 这一部经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陌生的 慈悲地藏宝灿 本来我以为可以说今天就拜完 但是我今天看了整部经过后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 如果我们要很快的话 我没有这个把握 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字 太多我们都一下子掌控不了 也太拗口了 所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念上宗 然后过后我们才下个星期 我们一定要念完这个下卷 然后再拜一个地藏餐 时间同样是八点 我们大家升起了一颗聆听的心 来看看我们的态势 地藏菩萨的态势 发从心处量中度 等一下我看一下 错了 再来这个讲过了 来我们看师父的先 对不起 师父的开始是 相应佛菩萨法义 明通心灵观自在 形态自发心寒处 诗广转化性中度 得报虚空维世性 灯悟门中古洒道 意思说我们如果呢 我们能以一个持修的心 就是持着要修邪的心 而深入到佛菩萨的教义之中 你只要觉得说我要修持 而不是说我要修行念经拜佛 这么简单 要把我们的心性完全进入佛菩萨的教义 什么叫做佛菩萨的教义 你就在想 佛和菩萨 所为我们就跟 佛和菩萨 不所为我们就不跟 意思是佛菩萨不能做的东西 我们就不要做 我们才说跟着 这个佛菩萨的教义而走 如果能够做到以佛同在 自然我们的心就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清静自在 只有身体心灵清静自在 我们才能够以佛同在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修行人 常常看到什么事情都好 我们就起心动念的多 当我们起心动念 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 可能我们要反观自己 佛菩萨不可能这么做 我们既然要跟着佛菩萨 我们也不能这么做了 所以也能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很自然的形态自发心寒处 意思说就让我们自身的言行极止 从我们的内涵中散发而出 当你想到这样的话 你知道我要这样子做的话 很自然你的内涵出来的 散发出来的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内涵 好的德恨 这一点然后思维 在我们的思维上 很自然的 在我们的思维上 和我们的见解上 自然而然 我们就有信心的 而从我们的信心之中 我们就有办法去度化一切众生 意思说 如果我们有了自信心 我们从心中去转化之后 一切都为众生而修 那很自然的话呢 我们的心就自然包容一切的 在我们的心间并没有任何不能够放进心里的事 不管它是好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达到了 如虚通般的扩大 只有这样的一个心性 我们才可以说 我们是在走菩萨之道路 所以师父说的这一番话呢 我相信大家就明了了 意思说 如果你想要走菩萨的道路 你的心要包容一切 不管顺利好坏 你都要包容它 而如虚通般的扩 这个是师父的开示 那我们再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呢 功德应通十方界 立行友情超生始 法法相连转法轮 主心自信亦清静 好 那也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除了我们清静自在呢 我们毕竟 一张菩萨说啊 我们必要记住修持的功德力 如果你有清静的自在 你就自然又养了一股的功德力 很自然的这股功德力 就能够通过十方法界 意思说你对十方法界 佛菩萨四胜六凡 你都清清楚楚 你就上向四胜学 下度六道众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话呢 你的功德力 自然能够以友情之生始而自信所修 意思说你就会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而解脱而修 意思说你不是修给自己 你为众生而修 念经也好 说法也好 是为众生解脱而说法 众生解脱而诵经 为众生离苦得乐而修行 以功德回向众等的意思 意思说你修行不爱是为了自己 如果是要为了自己而修 那就变成一个闭门菩萨 或者孤独菩萨了 那么孤独菩萨和闭门菩萨 也不称为菩萨 它可能是一个阿罗汉了 任何的法门 师父说 不管你念经打坐 修行都好 每一个法门它是串通的 没有义 没有义 没有第一 也没有义 就是一个田一个供 没有分别的 所以每一个在世间佛所说的 不管禅修 念佛 念咒 这个祭功德 礼拜 这种种的一个串席的法门 它是串通的 那只要你在整个法门之中 你懂得去把它串通起来 很自然的 你就会转法轮 你就会转法轮 而且传法轮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你一定要以一颗自信清净 所以你看还是离不开 自信清净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我们词汉很好 要诵经的戴经有戴经 要礼拜的有礼拜 要说法的有说法 要打坐的有打坐 所以可以说 你背上思维去想 前马来西亚 到底有到个道场 有做一系列串通的 这个教义呢 其实词汉是其中一个 能够提供给大家 一个这样的法义 就是讲法 念经 拜颤 打坐 种种的一个串席之中呢 让我们大家都受益在其中 所以我们听了这个开始 部外修行就是记得 清净心才有功德力 心不清净不要谈功德力 清净心要透由种种的法门 来促进这个清净心 从这个清净心得到功德力 才为之菩萨之道了 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的开始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等下个星期 同样的八点 八点我们念这个下卷之后 来才念这个地藏禅 就可以结束我们的经禅了 好 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吉乡 我们要收拾一下了 谢谢 Willek 别别别浪费的